連續兩年的台灣大賽都有原相兩隊爭冠 鍾氣兄弟要復仇 28任名單選了不少新兵喔 對 那例如新秀投手邱品瑞就被寄予厚望 3號捕手周勝勳也是第一次參加 終止總冠軍賽第一站 藍米狗推出買門票就送加油球衣的策略 要把桃園球場變成一片黑海 雖然門票價錢創下新高 但球迷似乎也買單 質感還不錯 然後就是感覺就是進去的話 大家力量團結比較一致 然後加油的氣勢會很強 差不多了啦 現在就差不多了 不能再頂了 南米狗主場氣勢驚人 不少中信兄弟的球員去年已經領教過 不過還是有一些今年第一次 打總冠軍賽的菜鳥 必須讓自己趕快適應這種高張力的氣氛 像是下半季表現穩定 因而被拉近28任名單的邱品瑞 他被外界看好 有望成為這個系列賽 黃山軍唯一本土先發 我其實進來28任我就覺得滿開心的啦 所以教練要給我什麼樣的工作 像是先發或上中紀 中紀什麼的 我其實都可以 我其實都準備好 我都隨時都準備好 就是等他給他用 去年季中選秀被中信兄弟 在第八輪選進來的周勝遜 這次也以三號捕手的身份 經歷台灣大賽出體驗 連他自己也很意外會被教練團帶進最後名單 中信兄弟化身復仇著想從LAMIGO的手上躺回錯過的總冠軍 兩支隊友誰能成為2015賽季最後的贏家 戰火就從桃園球場開始延燒 UDN TV 許佳龍 吳敏鑫 桃園報導 好